9月26日,据知情人士爆料,63岁的林青霞近日已与老公行李员离婚,两人结束了24年的婚姻,离婚原因至行李员在外面有了小三,而林青霞无法忍受,两人感情破裂,最终选择了结束婚姻。 此外,据了解林青霞还拿了20亿港币的赡养费。 林青霞的老公行李员是香港富商,两人于1994年结婚,1996年生下了长女型安林,2001年又生下了次女型延安,两人相班了24年。 在林青霞之前,行李员曾有过一段婚姻,还和前夕生有一个女儿。 林青霞对待这个妓女疼爱有加,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。 婚后林青霞便选择了西营,逐渐淡出影台专心照顾家庭,婚后生活过得十分幸福。 但几年来林青霞身陷离婚风波,多次被传出花便,甚至有传闻着行李员在外面有资生子。 外界一直盛传拥有百亿身家的行李员,想要一个儿子来继承家产。 但是前妻与林青霞生的都是女儿,所以在外面有了资生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咯。